台塘梅花珠1月15号被台中市府验出 含有0.002ppm西部特罗 就是俗称瘦肉精农业部溯源追查 一共有45个样品 目前都没有剪出乙型瘦体素 同批的肉品还有业者自行送检的肉品 也都没有剪出 结果大翻盘 农业部强调这次检送与台中市实案处检测的台塘公司 同意来源厂 同意屠宰厂 同日屠宰分切包装的同批次肉品样本 结果零检出 这样子的极端的低的值 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 那包括实验室的问题等等 科学最重要的部分是重现性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发文给这个台中市政府 希望他把原检体 那也给我们 那我们来帮忙 视频要管理署来帮忙验一下 中央建职地方 不过4号晚间台中市府也再次强调 实案处有取得卫福部以行受体素类项目认证 市府检验方法步骤 均依照国家公告的检验方法 而且取样三次进行六次检验 结果都一致有检出 如果正式接获复验的申请后 也会邀请食药署指导来共同复验 检出瘦肉筋的同一包肉 目前还有两次化验的空间 台塘表示 三号下午已经送电子公文提出复验申请 但台中实案处也回应 直到4号晚间都没有收到 六次验出实事时 未来复检也会要食药署人员一起做 以示慎重 不过台塘猪肉猪制来自嘉义南禁养之厂 由屏东信公屠宰场配合 分两路往下追查 信公屠宰场道具没污染 和台塘签订优先屠宰 南禁养猪场检验结果 活猪 毛发 抽血 饲料 全都检验过关 让一切又回到原点 没有啦 这就是鲜饰饰 里面有的东西 在外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瘦肉筋到底有没有存在 来自哪里 全都沉迷 记得台北台中综合报导